不是不是凡哥 不是你不是守不守复什么的问题 凡哥我要的是房子吗 那我在没有认识你之前 我有房子吗 我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对不对 我不是也过得好好的吗 不是说你一定要给我什么 我也知道 我知道你会就是怎么说 就是我所说的每一句话 可能我也是无 就是无意之间说出来的话 可能你会放在心里面 你就都放在心上了 我知道的 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了 我懂 你能明白吗 我知道谁对我好 谁对我不好 可是 我现在没有能力再对你好了 凡斯坦 你真的让我很生气 对一个人好 不是用能力来对他好的 你难道不懂吗 那你要我怎么办 不是凡哥 你有多大的困难 有多大的困难 我们可以一起去面对的 不是吗 你看你认识我 我不是也是什么都没有的吗 对不对 那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还 我不是一样过得好好的吗 你现在无非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吗 对不对 那什么都没有了 就不能生活了吗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不是你这样子 我之前跟你一起 我去年跟你一起 在这边陪着你 我们卖三货 可能一天 你可以赚个三百五百了 你就很高兴了 我卖的 我先 那我能不高兴吗 其实 凡哥 其实钱多钱少 真的无所谓的 我现在直播都没有关 我现在都还开着直播 在跟你说话 我跟你说 其实无非钱多一点 我们就多 就多的花法 少一点 我们少的花法就行了 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谁会饿得死的 除非就是那种 真的是天灾 我遇上了什么 真的是大灾大难大病的 起不来了 种不了地了 这种可能会没吃的 无非就是这种 不是这种情况的话 没有说活不下去的道理 对 在你不在的这段日子 是的 我知道你跟我弟弟 你联系上我弟弟 甚至于就是认识了我弟弟 也带着他一起就是 直播 卖点货什么的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为什么你会来找我弟弟 你都不来找我呢 难道在你的心里面 你是觉得就是 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还不如就是你们俩兄弟情 还不如就是你跟我弟弟的感情 感情了吗 就算我们是朋友 我觉得你来 你对不对 你有时间来找我弟的时候 你大方跟我说一下也好呀 对我确实我也很忙 我会我我是忙着 我在收山货 就包括很多 有些时候我弟弟卖的东西 都是我我收来的 你不要在那里这么累的好不好 我没有累呀 我知道你 我跟你一起的 我我跟你一起的时候 我不也是收山货 卖山货的吗 对不对 我没累呀 这有什么好累的 我以前我甚至于 一次性背过300斤 我都没有觉得累呀 对不对 这有这累吗 认识你 认识了你以后 我觉得我赚钱也轻松了很多 甚至于我都有一点存款了 你现在遇到了这些困难 无非大不了 对不对 有什么我们 我们能把就是之前有的东西 我所我自己去挖来的东西也好 我自己去捡了一些什么 俊子也好 就包括我去收来的也好 我们可以把这些都 慢慢的去卖掉 慢慢的慢慢的 我们一天 卖不了三五百 三五十也行的呀 而且我相信你的能力 我也拜托你相信 相信我好不好 我 我不会 我不会说给你增加负担 甚至于我会 我认为我能够帮助到你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给我增加负担 我希望我有能力 减轻你的负担 我从来没有觉得你是我的负担 以前没有 现在也没有 但问题是现在我 把你商货拿来分享 我可能会增加你的负担 什么你会 你会变成我的负担 那难不成我 你认为我是什么样子人 你认为我是 你能给予我 你能给我减轻负担的时候 好 那我就我就要把你留在身边 我认为你不能了 你什么东西都带不来 带不来给我的同时 可能你还会 成为我的负担的时候 我就不要你了 你觉得我是这样子人吗 或者或者说是你认为我是 我我真的压根什么 什么忙都帮不了你 凡事那你真的太小看我了 不要说你了 就是一个素为谋面的 就你一句话 你说以后一定要 见到人间疾苦的时候 一定要伸出援手去帮助 我认识了一个 我认识了一个男孩子 对 我都能够把我存下来的存款 我都能够去借给他 我去帮助他 这都是因为你的一句话 你说以后 见到人间疾苦 但凡你有一点能力 你要伸出援手的去帮助 就因为你这句话 别人我都能帮助的 为什么你我就帮助不了了呢 可是阿尔 每个人做事情都要练你恶行的 我的事情不是你能 真的不是你能够解决的 这不是小问题 你懂吗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的事情 然后整天愁眉苦脸 整天把头发都想白了 阿尔 你现在是不是还开着直播 我刚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是开着直播 你再跟我打电话 要不我把电话够了 我在直播里面跟你说吧 我也让家人们 我也跟家人们说说话吧 让他们劝劝你吧 我我把电话挂了吧 我替你直播间吧 二说的有道理 不是我就不知道 我有什么好劝的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现在 你还记得我一开始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我说的话吗 我说我要让你开心就可以了 我以为 我也以为我能办法 可是我现在没有不开心 我现在 我为足的一点不开心是什么 我为足的一点不开心就是 你有困难 你不愿意让我跟你一起面对 甚至于 你把我拒之于千里之外 这种感觉你 你到底能不能懂了 对我 我是经历过很多事情 我内心可能是足够强大 但是我也是个女孩子 你知不知道那种 你现在我明明就知道你遇到困难了 然后 你就把我拋至于千里之外 什么都不跟我说 甚至于不让我靠近你 你知道那种 那种心里 心里面的那种状态吗 那种累 就是连喘口气 我都觉得喘得很困难 你知道吗 那样子我才会不开心不高兴 而不是说遇到困难了 解决不了 我觉得不开心不高兴 不是的 我不想 我真的 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 我不在这段时间 你不是过得很好吗 其实你发生的 其实你生命发生的 所有事情我都知道的 其实我不隐瞒你 我都一直在关注着你 我看着你一天比一天好 但是我也看到你一天比一天累 你不需要这么累了 如果我不在的话 我没有累啊 只要养活你自己的话 我相信你的能力 你是有能力的一个 我相信你 不见了将来也都知道 是吧 这个很有能力的 你看你说是稍微比一 对啊 那你说 那你都说了我有能力 对不对 那你让我帮帮你好不好 其实凡事长 我跟你说 不是你能帮的 不是你一天卖 不是你一天卖 卖三百五百 我相信我可以 然后你懂吗 凡个我知道你现在有难 但是我跟你说 很多很多 就是我直播间的 我开着直播 我昨天都开过 就是直播间的 娘家人很多说 你一定要开直播 你快开直播 我甚至我现在手 手上他们一直 跟我打了很多信息 我都不敢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复 他们说你快直播吧 你卖一点是一点 卖三块是三块 卖五块是五块 能帮一点是一点 你是能够帮助到 就是凡事长的 你怎么就不听我们的圈 你怎么就不直播呢 所有 所有姐姐阿姨都让我直播 可是我 可是我都没有播 我不想让就是说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或者说我就没有能力了 我怎么样子了 可是凡个你相信我 能的 你相信 对像你 你刚刚不是都说了 你刚刚不是都说 你相信我是有能力的吗 对不对 那你一会说我是有能力的 一会说我又帮不了你 谁跟你说的我累了呀 我不累呀 我 我挺好的呀 我都听 我都听你弟弟说 你最近 你最近 天天去收货 然后天天跑到山下去卖 你就是因为 为什么 你就是因为 想多卖一点 是不是 想多赚点钱 你想要 你想要存点钱 你想要 甚至你之前 本来 我没出事的时候 你本来 还有余额 还有存款 你还借给别人了 是不是 所以说你是有能力的 知道吧 但是 但是如果 如果我再来的话 不 我开一下灯 我不想听你 我开一下灯 我不想跟你说话 我真的 我觉得我好像 说了 我说了这么多 然后就相当于 等于我没说一样 真的 我不累 我不累 不忍不忍不忍 感谢观看 不要难过 其实你挺好的 这个是不是你 这个是你 是你没错吧 反正我没有说你不好 我没有说你不好 我知道你挺好的 可是你现在这样把我 拒之于千里之外 不见我 见不到你 我才很累 我真的会很累 你这样子 我还怎么放心 你这样子 那我也没有 我就 我就不敢让你知道这个事情 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不在 我今天我不在这段时间 你不是挺好的吗 你看 我还要感谢一下 你不让我知道 是吗 反哥 我认为你是错的 真的 我认为你真的 这样子 你真的是错的 你可以不相信我 没事 你可以不相信我 我相信我自己 我相信我自己 我能够帮助到你 把商货拿出来风向吧 我们都想要帮忙 反哥 你看一下 反哥 你看娘家人吗 你现在在这里 你看一下娘家人吗 我看到了 大家都说你 你把货拿出来分享吧 我们也想帮帮他 想帮助你的人 不仅仅是我一个 大家粉丝朋友都 都已经看不下去 都想要帮助你 那我呢 商货上车 然后你还在那里说 你不相信我 还说我帮不了你 你这样 你觉得你说出 这样子的话的时候 你觉得我会不会伤心 我会不会难过 我觉得我可以的 我知道你会 你肯定是在 肯定是在我们这边 但如果你还有心 你如果在你心里面 你还有 还有我 甚至 我就算你现在没有我了 心里面没有我了 你如果还能够记得 我们一起走过来 点点滴滴 我希望你能够来看看我 真的 能力不是说你说 我有我就有 也不是说大家说 我有我就有的 我只是想 用自己的心意 有悲目吗 我只是 我不是想证明 我不是想证明 我有没有能力 我只是想尽我一份心意 尽我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 帮助到我想要帮助的人 包括我孩子也好 我父母也好 你也好 包括甚至于以后直播间的 任何一个哥哥姐姐 他们也好 需要到我爱而帮助 我爱而能够帮助的 我一样的会尽自己的 尽自己的所能 去帮助到他们 因为他们是家人 这就是我喜欢你 我也认为你是我的家人 而不是像你一样 你遇到困难了 就要把我提 提到牵你之外去 我没有 我那个我不说什么 我知道你绝对就是在这边 昨天我弟跟 昨天晚上我弟跟我聊了很多 你如果 是在这边呢 我希望你来看看我 我在这里等你 我现在就是在租 你以前给我租的房子的这个地方 我在这里等你 能力不是说 谁给的 只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份心意 对不对 家人们你们说是不是 现在直播间很多姐姐阿姨 对不对 那我跟凡山 我们认识这么久 相处了这么久 我想要帮助他 我没有错吧 姐姐阿姨们 对不对 不管说是 能力上的帮助也好 就是心理上的 就是帮助也好 我都是想要帮助他的 那很多姐姐阿姨也是 我们大家都一起 帮忙房子 你们能说出这 这这句话来 对不对 我为什么我就不能了 我觉得我没有错 真的 对 这是个好姑娘 没有 我非常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 以及对我的鼓励 我不敢说你们 对我 比对自己的孩子 更要好 但是我敢说 有很多很多个姐姐阿姨 真的把我当成你们的半个孩子 至少是这样子 有困难一起想办法 对呀 我知道他在的 我们看一下他一会儿 会不会来 我相信他不会 眼睁睁地看着我 我一个人伤心 反正我告诉你 我十多天 我没有睡过 有一个好觉了 我可以说是整天整天的 我都不睡觉 现在当 现在开着直播 我哪 就是 我有泪 我都 我都给他 我都给他忍住 我都不给他哭出来 你能明白吗 你到底懂不懂 我这么跟你说了 我看 我看 我想你也不会 就这样把我 放在这里 不管我吧 一起面对 是吧 对呀 我以我自己的能力去做 我自己 认为该做 想做的事情 好不好 那谢谢阿姨们 这样子 我在这里等他 反正你看我的表现 好不好 你要知道我有能力 能够 可以 对 你可能一下子 失去了 千来万 几百万 我一下子 我肯定是拿不出 这么多的 但是不是 话不都说的吗 没有一块拿来十块 不都是积少成多的吗 对不对 把好多问题都看明白了 是不是 你先看着我 看着我 你看我表现行不行 我能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一个人 我肯定不能 我在这里等你 你的问题 我一个人 我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我能够帮助到你 只要你 就是说 我们尤其是我们 去做事情的时候 一定 首先一定得是什么 我的心里面是舒服的 哪怕你出门的时候 我给不了你什么 你出门叮嘱你一下 你回来 有个热气腾腾的 饭菜可以吃 这样 对不对 一起面对 都看哭了 没事姐姐阿姨 我真的没事 这样子 反正你看着 来 这样吗 你们不要说 那个啥 全屏 我就 我就这么问 很多姐姐阿姨 甚至有 今天倒没有 昨天都有一个 哎呀 你们 就是为了 怎么怎么样 卖货了 什么什么 对没错 以前凡哥他 就是把我记录到了 就是 网上 他确实也是想着说 让更多的 更多的外面的姐姐阿姨 能够认识到我 然后我能够就是说 给大家带去一份 就是 健康或者说是 咱们大城市没有的东西 然后我自己也有点收入 他确实是有这么想的 没有错 可是今天 今天是不是 很多让我 上货 上 对不对 你拿出来 后来卖 大家 谢谢大家